宴直询寻寻导时间30分钟 主席请毛院长 请经济部邓部长 请卫福部长 以及农委会成部长 谢谢 请毛院长 以及以上三个部会的首长 路委员好 院长好 院长因为我知道你公务非常的繁忙 你自己大概很少会上菜市场 不过我知道你太太是个很贤惠的家庭主妇 一定常去 我想请教一下这个院长 你现在自己买的这个食品里面 残米油盐 你都怎么判断 譬如说买油 买这个醋 买酱油 请问你看什么标章 我基本上是 有时候陪太太去了 由她来选择 她来选择 那她看她参考什么标章来选择 这个食品安不安全呢 合不合格呢 基本上大概是看大品牌吧 看大品牌 所以也没有什么标章可以参考 那蒋部长您呢 蒋部长对不起 报告委员 基本上在货架上的食品是安全的 所以我们现在不需要参考什么标章 当然有一些品质上的差异 所以毛运长也不看标章 卫福部的蒋部长也现在都不相信标章的 也没有看标章 那邓部长您呢 我会 假如有GMP啊 集园谱 都会增加我的那个 采购的那个 那个吸引力 对我来讲 所以你还是相信 我看 那我请教这个陈朱伟 那现在买这些蔬果 有的有贴有的没贴 那请问 这个没有贴这个集园谱的 有的有贴 那请问你现在参考什么标章 买农产品 我想刚刚蒋部长讲过了 在架上的 基本上都是安全的 集园谱没有破工 我们是要转型 让它可以追溯 我们将它升级 所以并不是说 在货架上除了集园谱以外 其他都不安全 那买集园谱的安全吗 你保证吗 集园谱我们现在在做追溯系统 集园谱是最低的安全标准 本来就不可以有任何的农药残留 不合法的残留 所以细报以后你们就认为说集园谱不安全 所以你们要改善 那我现在请教你是改善的 我们没有讲集园谱不安全 那只要贴集园谱的就绝对安全 绝对政府能委会有把关 所有在架子上的都是安全 所以不贴集园谱也安全 不贴集园谱也安全 但是我们现在要建立一个追溯体系 所以换句话有贴没贴都安全 只要加上都安全 如果他没有贴他有产销履历 他有追溯系统的话 生产者他负责 直接对消费者负责 这是我们将来要做的 那我请教一下这个毛院长 所以你刚才从你每位首长的答复非常有趣 每个人答复的参考标准不一 像你的话跟蒋部长就认为说 其实你也不看什么标章 那你觉得呢就参考自己想想看 然后蒋部长答得更有趣 看品牌 我不晓得他心目中品牌哪些是安全的 然后邓部长说都相信 只要我贴标章他都相信 然后这个陈主委讲的陈部长讲的是说 其实啊这个不管贴不贴他都相信 所以你们四个人标准还不一样 那其实我们现在民众最困扰的 你看你们四个人答的都不一样 那我们的民众更不知何去何从 因为自从GNP 集园谱破功被踢爆以后 现在的民众买东西要相信什么标章 其实你们四位刚好显示出来一个最标准的状态 有些人相信品牌 有些人相信只要有贴就可以 所以这个品牌非常好笑 他自己贴了五个 自己贴了五个东西 那就是喜欢相信标章的人就去贴 那有的呢只贴一个 有的呢贴一个 有的呢根本不贴 根本不贴 只要上架 就像陈主委讲 只要上架都安全 你是属于只要相信政府只要上架都安全 那请问毛院长 我们现在民众买东西到底要怎么办呢 到底要参考什么呢 那政府是不是保证架上的绝对都安全 标章没用 跟委员报告了 我想现在我们实案的标准 事实上也就像蒋副长讲的 我们希望能够做到 就是只要在架上的都是安全的 那如果架上万一被发现 有不安全的 我们一定立刻要他下架 我想这个大概是我们管理上的基本原则 然后呢 我们也希望 就是说真正将来最后的食安 我们基本上是希望厂商 他能够做好他自己的把关工作 然后政府或是说消费者去 去踢爆他 或者要去抓他 这个东西事实上都已经是 第二步第三步的这个功夫了 所以他第一线自己要做好把关工作 这是真正的核心 院长 我自己追踪食品安全 已经长达两年 你知道我们每个人总是寻时间非常宝贵 半年一个会期 才能直寻30分钟 一年加起来只有60分钟 我已经连续花了三个会期 从2002年 从2002年前年 第四会期 10月22号 总咨询这个题目 当时你是副院长 你是食安的这个召集人 将一化当院长 我当时就质疑 GDP不安全 有问题 要求政府全面撤查 那结果呢 政府那一年没做 102年 12月没做 10月没做 结果呢 导致 103年9月4号 顶新的油品案爆发 那我在同个月 9月13号 第二次在第六会期 总咨询 再花时间 我的时间多么宝贵啊 因为我们每个委员只有30分钟 结果呢 我再第二次咨询 当时我还带了个狗头 什么意思呢 说告课会员 那时候你已经当院长 告课会员 没用 委员在这边总咨询 没用 我今天是我第三个会期 第三个会期 在谈食品安全 我们民众到底要参考什么 吃什么东西才安全 买东西什么安全 那我再举个例子来讲 现在刚才陈主委所讲的 反正家商都安全 贴不贴集园谱 都可以买嘛 对不对 都安全 是不是这样子 是 所以呢 我们中国农委会官员 他就说啊 我们现在要自己 做QR call 是不是 你自己扫一下 看他的履历 看他安不安全 你知道很多家庭 主妇没有智慧型手机吗 他没有办法扫描吗 所以过去呢 没有智慧型手机的家庭主妇 或者电脑的主妇 没有网络的这些民众们 他至少 他看到个集园谱 他还知道说 我没有智慧型手机 没关系啊 我看到政府贴了个标章 那这个标章的政府有参与 今年你们还补助三千万 它是一个不可信任的标章 你今年还补助三千万 那我至少看个标章去 我没有讲他不可信任 那我想请问 那像这个没有手机的 没有网络的 没电脑的民众 他在买菜的时候 请问他去哪里扫描这个东西啊 跟委员报告 我想我们整个系统的建立的概念上 刚刚讲的 供应商 供应者 他要做第一道把关 然后通路商 他也要做他的把关 所以他能 他所有在架上卖的这些东西 基本上他自己要把关把好 被我们抓到的时候 通路上也一样要受罚 所以系统上应该这样 那官员没事啊 那官员就站在一个 我官员 只要你被我抓到 你就 你就 你就处罚 官员多好当啊 我也可以当官员 那我的意思 今天陈主委如果敢讲说 今天 如果上面东西都可以吃 不管你贴不贴标章 如果 还有不安全的 我部长就下台 他就会认真去抓嘛 不然陈部长他干嘛认真抓 他不用认真抓 反正抓到 是罚你又不是罚我 你当厂商的 你有责任 民众吃到的 倒霉 但是我当部长的没事 因为我罚你 跟我没关系 但是毛院长 如果要求你的部会首长 陈部长 如果今天 架上的农产品 不管贴不贴标章 他民众 也没有智慧型手机 可以扫描这QR call 但是 如果他一旦上架了 他今天如果食品不安全 我部长下台 那他认不认真抓 他就会认真抓 认真查 不然请问 毛院长 你怎么督促个部会呢 跟这些食品安全有关系 部会你怎么督促呢 那我想请问 抓到要中罚 那陈主委怎么罚 陈部长怎么罚 你怎么罚陈部长 我没有一定要罚他了 我不是针对他 我认真 邓部长 想讲部长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问题不是你要回答了 你没有当院长了 我现在请问毛院长了 你怎么督促你的部会首长 就是你抓他 他的工作是抓人家 他自己又不要负责 那这些部会首长 怎么去督促食品安全 跟委员报告 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我们希望整个食安系统 是有成绩性的 你第一线 你自己做好把关 通路上也做好 做好他的把关 然后政府是在这个后面 来做督促的工作 然后在督促的工作当中 我们在市面上 永远会抓到违规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看 这个违规的发生 对不起 毛月长 时间太有趣 我就要三分钟 如果这里面 如果说是 有他该事先做到 做好 而没做好的 当然他要 我要救他的责 所以这里面 是有这样一层关系在里面 我们要靠系统来运作 所以这警官部会说 要注意了 如果食品安全问题 再出问题的话 你都要救他们的责 是不是 是这样子吗 要看这个责任 责任在哪里吗 我们当然会要来救折 看责任在哪里吗 我是说 如果再发生 这种有规模的这种话 那真的也要下架了 接下来我想请问 不止集园谱 像GMP 我请教邓部长 因为啊 今年你们九月份 你们已经政策决定 因为现在大家 对GMP都不信任了嘛 所以很多食品 也不贴GMP了 因为他已经破功了 那过去呢 大家会相信GMP 是政府有相当的色彩 参与在里面 还做了很多的补助 所以民众相信 可是自从顶星 大同 大同还有几十张的GMP了 全部破功 所以民众现在 也不相信GMP了 那可是呢 这个你们今年经费 照补助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你们又讲 今年九月份 因为大家已经不相信 这个东西 今年九月份呢 公营要退出GMP 完全改成民间去处理 那改成民间的话 那就更肆无忌惮啦 因为民间GMP的组成是什么呢 食品厂商自己组成当会员 他自己检验 自己贴标签 现在就这个状况嘛 你们现在的组成里面 公营的食品业者 然后呢 他自己检验 自己贴标签 那九月份 你们要全部退出 全部把管民营的 那民众更恐慌啦 你现在贴我都不可信 那你政府要退出 全部不管了 那民众怎么办呢 谁来取代GMP 我不想请问一下 你们的这个经济部 有取的一个新的方法 要设定新的标签 负起政府该负责任 让民众 他本身看到一个简单异动 不一定要用手机 他才能看到的 的这个标签 让民众来相信政府的 在食品安全的把关吗 有没有什么新的措施 是那个包委员 我想我们现在 这个GMP的改善作为 应该可以达到 您刚才讲的 比较更趋向 您刚才讲的那个目标啦 我们现在做了几个 重大的改变 第一个 将来那个民间组织里面 会有消费者团体的代表在里头 所以说增加它的公信力 将来 就是九月份开始 那现在没有嘛 现在因为都是 所以现在不是政府 政府就是业者嘛 对不对 对政府在运作 那所以将来 由政府订定法规 那么我们交给这个民间组织 民间组织里面 就会有这些成员在里头 那么它的公信力可以加强 第二个 当然法规的部分 我们就让它强化 整个厂都要负合GMP 就不是说 所以换句话说 政府退出 不管了 所以你也没有要新的包张 要取代GMP 也没有 GMP继续沿用 继续沿用 可信吗 我想信用度可以 公信力可以增强 比你现在政府在里面 还可以公信力增强 我们相信它可以更有改善 因为它有民间消费者 那为什么你现在在里面 不能改善呢 现在因为需要一点时间 需要一点时间 现在的方式 大家一天到晚讲 就是说求援间裁判 我们现在就好好来做裁判 不过这个毛院长 其实我今天的问题 只是要凸显 民众现在买东西 无所适从 真的从你们四个首长里面 答复就可以知道 所以这方面 经过两年的咨询 并没有改善 民众你现在认为 他去相信食品安全吗 他不相信 郭文委员报告 我们现在整个食安管理的系统 现在正在重建中 就用我刚刚讲的这个精神 每一集 他要负他的责任 他如果被我们抓到 现在都是重罚 我希望 我相信你重建的决心 我相信你重建的决心 但是 如果我们要这么强化 因为你说重建的好 民众不一定有感 对不对 这是产生的矛盾 那民众 没有感 你叫他硬有感 他也没办法 对不对 我倒建议你 你今天就宣示 食品安全再出问题 负责的不会首长下台 他就想 政府就完整的 我想他的责任是在系统建立起来以后 他要负责去抓 他如果该抓 可以抓到 而他抓不到 他要负责任 就是这样子 对啊 你要严格的宣示 看民众相不相信 我们今天对答 你今天结果 这个很重要 我提了一个很重要议题出来 跟民众都有相关 那政府在这段时间 怎么重建民众新兴 很重要 另外我想请教一下 院长 其他部长 请回 因为在这次九合一的选举当中 大家都说关心食品安全 关心教育 结果呢 有一个社会运动的一个组织呢 去要求九合一 所有的县市长候选人 包括六都的 去签 基改食品 退出校园 当时呀 有五都 五都的这个候选人 都签了 六都里面有五都 有七个县市长 也都承诺了当选 所以当选签的人里面呢 有五个当选 五都的 有七个当选县市长 也有十二个人在任 那他们都签什么呢 说我当选以后 马上要停止基改食品 因为在美国在欧盟 基改食品是不可以当校园食物的 因为基改食品在国外 欧美都是当饲料或工业用原料 只有台湾拿基改食品 拿这种饲料工业用原料 当营养午餐 那我们把饲料当营养午餐 所以当时有十二个县市长 就这样承诺 可是呢 问题是选前啊 承诺选后挑票 我们这两天在追查 签署当选的十二个 五都七个县市的首长 没有一个做的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请教教育部 教育部说 因为这是地方自治法规 营养午餐是各县市自己办的 所以最近有的县市说 加强五块钱 要提高五十块钱的餐会 改善它食品的内容 要吃好一点 吃多一点 但是完全 这五都七县市的首长 没有人提到的基改 完全没有人提 那因为这是地方自治的权责 我又不能去拿着刀子 架着这五都跟七个县市长 说你怎么可以选后 选前承诺选后跳票 所以呢 我决定 我已经提出来了 我们要求在入法 在中央入法 中央入法在学生 学校卫生法里面 第二十三条 把它入法 就是基改食品 不可以成为学校供应的膳食 包括营养午餐 有的甚至提供早餐 或是提供其他的点心 等等之类的 那当然这里面 林淑芬委员有提的 那另外一个版本 就是我的版本 那所以我不晓得 行政院这一部 支不支持这样的一个精神 就要求这些现场一定要做 你跳票没有关系 中央要求你做 你们赞不赞成呢 报告委员 其实我们过去教育部 有多次发函 请学校能够在选择食品的时候 能够注意学生的健康 同时特别考虑 不要使用基改食品的部分 这个部分我们有多次发函 可是你这是道德呼吁吗 对不对 道德呼吁吗 可是你不入法没办法 对不对 所以导致他们现在不愿做 当选了他不愿做 毁气承诺 你也没办法吗 那所以你既然呼吁 观念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入法 你应该部长应该会觉得说 我们是有之一同 是我们尊重 那你会不会把它列为教育部优先政策 因为不要说我们在审这个法的时候 那结果教育部又有很多意见 那基本上你们是乐观其成吗 是 好 那我们就希望说这个法案能够优先审查 接下来 我要请毛院长 毛院长 这两天 有关于加薪的问题 怎么样让我们所有的民众 他薪资更好 那是大家共同的目标 那不只是军公教了 劳工 手心手背都是肉 我相信院长一定希望全民加薪 对不对 不只是军公教加薪 那我也听到你昨天 在跟很多委员在吃饭闲聊 你也提出态度 劳工 军公教 希望大家都加薪 都能够达到 因为手心手背都 你是不是希望全民加薪 对不对 是 那可是呢 公务人员 军公教加薪 简单 他容易计算 所以就怎么 一趴三趴五趴 可是劳工加薪 他的目标跟其成是什么呢 就是到现在 我们很高兴听到 昨天院长 在跟立法委员的讨论里面 有提到这样的概念 劳工 我们尤其也要特别重视 劳工的加薪问题 可是劳工的加薪 标准是什么呢 我今天看了 即使今天早上 很多委员在讨论 怎么加薪 谁该加薪 都没有人提的 那你的标准是什么 那所以我请教院长 我特别查资料 我们现在有 八百七十万的劳工 那平均的薪资啊 平均薪资是 三万五千九百八十六块 三万六左右 八百七十万的 平均三万六左右 所以我请问啊 劳工加薪 毛院长 你的方案 齐承 目标 是哪个案子 第一个呢 是希望平均薪资 从三万五千九百八十六 都提高到四万 然后公务人员也一起加薪 这是你的目标吗 还是 我们现在呢 有三百五十万的劳工 八百七十万里面的三百五十万 四成左右 他的薪资是不满三万的 我们不希望劳工加薪 加到高阶劳 都是主管级在加薪 结果低薪呢 因为我们现在的问题 不但是低薪 而且是大多数人低薪 那所以我们更关切的是 八百七十万里面的三百五十万 它是属于不满三万块的 有四成 那这部分应该是特别关照 所以这三百五十万的 不满三万 我们是不是至少拉一半以上 让它超过三万 所以你的目标呢 是这三百五十万 不满三万块的劳工呢 四成 我至少要把它四成降低到两成 换句话说 有将近一百七十万以上的 一半 这些四成一半以上的 他都能够突破三万块 这是你的目标 那还是你有其他方案 所以毛运长 既然你这么关心 劳工的加薪 请问你的目标 标准 加薪标准是什么 我想这个标准 某种角度 反映在经济部所提出来的 中小企业 那一部分的 经济部所提出来的条文 它那个重点也就是针对 企业里面 因为企业加薪 就加到老公升上去了 所以就是在企业里面 属于低薪的这一层 那么他如果可以有 加薪的事实 然后我们会想办法 就是让他可以在他整个的 这个税上面有些抵减 所以我们基本上的设计 是从那个方向来设计 所以那里面基本上 针对的目标 也是针对这个 受雇人员低薪的这一批 我们整个设计是这样的 我知道啊 那是方向 可是你的目标是什么呢 你要加到多少呢 我想这个东西 可能没有办法 强制说我一定要有个数字出来 说是这样那样 因为如果到不了 那怎么办 我们政府也不可能去补贴他们 所以我想我们政府的政策 就是创造一个环境 让事情发生 毛病长就是问题是出在哪里 所以为什么民众 他对于政府官员说 劳工加薪 他觉得是空的 是一场梦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 加一块钱也是加薪啊 你加三% 我们这里面是有比例关系的啦 对 如果说政府不提出这个底线 不提出这个目标 那怎么知道我们要加薪啊 每个人都给你加一块钱 老板变变你 好 提出了加薪司法 就给大家 所以呢 我也把它做更细部的换算 如果是以劳工 现在的这个平均薪资的话 平均的这个薪资 35,986 如果加三%不多 如果我们施政的很好 主计处数字会反映出来 加三%的话 每个人才加一千 一千零七十九块而已 每个人加一千零七十九块 如果是加五% 政府的目标是定在 我要让全国劳工都加五%的话 那他显示出来数字是 我们在平均薪资 每个人会增加一千七百九十九块 很心酸啦 一千七百九十九块 可能他一个月的手机费用 电话费用 可能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换句话说 这是很低的标准 那所以我想请教毛运长 三% 三%真的不重要 如果劳工平均薪资 至少能加三% 到时候在经过我们政策 努力以后 他显示出来 可能就是军工教警 跟劳工一起加薪的那天 那这样子的话 有没有办法做到 就是在年底前 因为现在是三月份嘛 那你这么多的阁员 在施政 促进我们的经济景气 促进我们的政府进步 那如果你不能反映在数字上 那你跟我讲劳工加薪 绝大部分劳工说 我没敢啊 我哪有加薪 有啊 我们的总经理 他也是劳工 他加薪了 我们的副理 经理他加薪了 我没有加薪啊 那所以呢 就会形成各说各话 我们觉得我们的施政成绩很好 经济景气很好 结果绝大部分民众说 我无敢 我低心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 我就更具体的 应该要讨论出来 我们政府的目标是什么 那否则的话 真的是一场梦 一场空啊 所以我不晓得毛院长 你的标准 你的旗程 你的底线是什么 跟委员报告 薪资市场讲到底 它还是个自由市场 我们政府的可见之手 不见得可以牵得动 这一个市场 说我设定3% 就要达到3% 我们政府所有可以做 就是创造一个环境 用这个环境的无形之手 想办法让企业去达成 加薪的目标 当然我们可以用其他的 这种政策方式 看看还有没有可能 但是说 你说要我在目前这一刻 说我不达到3% 这个加薪 就如何如何 我想这个话 但没有任何一个政府 就讲得出来 除非我是社会国家 换句话说 连3%你都不能保证 如果我们的国民的劳工的 870万的劳工 平均加3% 1079块 你都没办法保证 跟委员报告 我想这个是 我如果要答应你这个的话 我真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所有的这个 这个是企业 通通是国营企业 我可以这样答应你 可是像现在 这是自由市场 我想没有一个行政院长 可以在这里答应你 答应你这个数字的了 好不好 所以啊 那我觉得啊 政府就不要敲锣打鼓 一直在讲说帮劳工加薪 不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创造环境 你也没有办法 我们创造环境 也是一个努力啊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就不要让敲锣 那我想请教陈部长 你有没有更细腻的做法呢 我们对劳工加薪 现在基本上 比较边际劳工 刚刚委员所说的 收入比较低的 那个当然可以透过 基本工资来调涨 那另外一个 就是一般的劳工的话 最近这个立法院 国民党团也提出一个 这个就是加薪事法嘛 那里面就是要求 契约有盈余 这个观念还是 契约有盈余的话 应该要有一定比例 来分配给劳工 我想那个修法 如果说过的话 当然就有个依据啊 可以来做这个 跟契约来沟通的一个 一个依据啊 这样子啊 我的总质询 很多事情 我不会硬要 你要去达到什么 但是透过 透过 寻达的过程当中 一方面 展现我的理念 一方面 就我听到了民众新增 该反应的反应 譬如说 为什么政府 一直在讲加薪 人民这么无感 甚至反感 为什么会反感 因为觉得政府在骗劳工 800钱在骗 就做不到 干脆不要讲 这五都里面啊 那六都里面 签那个机改的 有一个很有价值 他没签 我做不到我干嘛签 大家去查查看 那其他五个都签了 结果做不到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事情啊 大家要稍微思考一下 最后 因为我只剩下三分钟 我想请教 因为清泉岗机场啊 现在还是一等的机场 那但是呢 我们的在课率啊 表示我们需求 是四个主要机场 桃园机场 高雄机场 松山机场 台中机场 我们是排第二的 第一是谁 松山机场 第二是台中机场 桃园机场 比松山机场 比台中机场 设施好太多了 还可以免税店 可以逛街 可以吃东西 顶太风都进去 可是 为什么松山机场排第一 因为大家求方便嘛 去桃园 松山机场 进台北市方便 同样排第二的在课率 是台中机场 79 为什么呢 因为进台中市方便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要体认到 那我们台中市 没有松山机场 在市区内的问题 我们没有 我们清泉岗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很希望的 就是政府重视 这个机场 提升它的等级 提升它的设备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有三个诉求 我列在上面 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要请教 陈部长 我们有没有可能 把台中机场 提升为假等机场 增加它的设备 包括滑行的宽度啦 机品的空间啦 增加它的 因为它机场 如果变假等的话 它可以搬次 又可以增加啦 载客量就增加啦 那然后满足我们 中部地区民众的需求 有没有这样的计划 跟骑程呢 是 跟委员报告 那么 有关于机场的部分 现阶段里头 民航都在 对台湾所有的机场 都在做通盘的检讨 那当然 我们可以研究 这个可行性啦 那第二点就是说 有关于每日航班的 起降的额度的这个部分 这个要有航线 才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我们可以从 国际的包机上 来跟地方政府 大家一起来 共同的合作 如果可以把包机 变成班机的话 那它的可能性就提高啦 那所以扩增机品 跟滑行道的部分 那要看 那么 整个目前的情况 有没有扩增的可能性啦 这让我们也一起研究啦 好不好 那什么时候可以给我 比较具体的答复呢 你可不可以用书面 没问题 第一个 有没有可能变成假等机场 第二个 这些设备 那它本身可不可以增加 因为都花不是很多的钱 那但是呢 它可以机型 可以增加比较大的飞机来 载客量会比较大一点 满足我们的需求 所以我们用正式的书面 跟委员答悟 好 谢谢 毛院长加油 你一定在加薪问题上 一定要设定目标 我是建议你好好往这个方 大家研究 谢谢 谢谢